全球持续笼罩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之中 而各行各业对于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那对于台湾的汽车市场上的冲击来说 其实大家最有感最直接的也就是各家品牌 在新车发表上面也几乎都采取线上直播的方式 而且很多的大型户外的消费者活动也都纷纷的取消了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刚过完的第一季 2020年的前三个月到底在台湾新车市场上面的表现如何 同时也来聊聊接下来台湾的新车市场到底有哪一些发展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市场的表现 其实2020的第一季就是Q1来说的话 比起去年来讲真的似乎超出疫情 大家觉得好像表现还不错是不是 是 没错 我们看到在台湾今年的Q1 也就是1到3月整体的市场销售数量超过了10万量 而且比起去年同期大概有成长8%之多 但是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危机 怎么说呢 因为以疫情的关系来讲 现在全球的经济指数正在下跌当中 那当然台湾因为超前部署 所以汽车市场上的反应来说 可能没有如国外来的这么快速 我们来看一个指标性的一个这个市场 也就是中国大陆它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这个汽车销售量的一个这个市场 OK 在IMF的一个这个推估下面 中国的经济成长率会 今年大概是5.6% 可是呢它在1到2月啊 它的整体车辆的销售数字啊 却下滑了有43%之多啊 跟去年的同期来去做比较 那你想想看啊 而且它推估啊 在今年中国市场仅会有2000万辆的一个这个销售 可以创下等于是近10年的一个低点啊 尤其是相较于2017年的高点是2889万辆 你想想看 等于少了快900万辆的一个这个车辆销售 你说这样子来讲 对汽车市场有没有影响 有没有一个这个很大的冲击 有哦 你说这个它的经济成长率预估是5.6% 它的这个整体车市销售却下跌了40几% 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我们再提供一个数据来跟大家参考一下 刚刚讲了 今年的Q1啊 台湾的这个乘用车 包含了重车 商车啦 这个大小车 大概是10万辆多的一个这个销售数字 那么呢 我们根据中金院预估 今年台湾的景气指数是2.44%成长率 主计处呢是2.39% 中央银行推估是1.92% 好啦我们抓个平均大概在2.2%左右好了 这是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状态 然后我们Q1的车市成长8%哦 比去年同期哦 那中国大陆人家估计 经济成长率是5.6% 可是它的销售却是下跌43% 所以对于台湾而言啊 只是我想可能是尚未反映到整体销售的一个这个状况 不然你看怎么4月最近呢 所有的车商都在狂销这个 狂推这个促销的方案哦 希望呢能够挽救整个车市的一个这个状况 因为呢今年啊 在预估的状况之下 整年度的销售数字啊 其实会是下跌的 大概只会有40多万这样 出头一点点啊 会比去年还要来的更差一点点 再加上还有所谓的不确定因素 其实现在大家都没一个准啊 因为全球整个状况之下 所谓的不确定因素有很多啊 第一个 肺炎的疫情到底能不能够停止 停止停止不了 我的收入都没有办法来付贷款的状况之下 我还买新车吗 当然不买嘛 OK 没有车子停工没办法生产 如果我需要车 我现在要不要买车啊 要 该不该买 该啊 可是呢 到底还有没有车可以持续的供应 所以现在欧洲啊 整个大家都希望工厂能够复工 不然的话连零件 维修零件 可能都会面临断货的一个这个状况 那当然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呢 还有台湾 还有我们特有的这个货物税补贴这件事情 到今年为止要结束了 这个会影响啊 现在民众买车的一个意愿 如果关于我问你啊 你本来今年打算买车 抢这个5万块货物税补贴 结果呢 政府跟你说延长 然后现在又是肺炎 你会不会想说 那不然我晚一点再买 对会缓缓 会缓缓嘛 可是今年就预估销售已经要下跌了 如果消费者在缓缓的状况之下 完了 如果跌破40万这样 这个对台湾的这个汽车产业 是冲击非常大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们节目其实持续的在关注 整个车市的发展 是不是因为会受到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可是从一到三页这个Q1来说的话 整体的表现来讲 似乎没有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那我们就来看看国产车市场的部分 各家品牌的表现 我们总结来看 从这个销售数字上 请大伟哥帮大家来分下 其实二月份呢 我们的工作天数是比较少的 对 但是三月份呢 相对来讲 那个买气回温了不少 是 所以呢 比起同期跟去年来比的话 真的在国产车有消有长 对不对 对 在我们国产车品牌 刚刚就承诺艾达所讲的 全世界都跌 就是台湾涨 而也因为我们疫情控制的得宜 所以整个表现来看 三月反而还沉寂了二月 继续维持一个往上走的一个态势 而从这国产车来看的话 那就不像我们刚刚说的往上走了 因为这个进口车的一个大军压境 加上我们国产车的一个 现有的一个状况 使得我们在三月的 看出来第一季的表现 我们国产车整个的一个市场 是被压缩下来的 相较于去年第一季的时候 我们国产车涵盖起来 是48000辆 但是到了今年第一季的时候 国产车却只剩下38000辆 这在市场的占有率来看 也就跟去年完全成个大反比 去年是55% 54% 今年却变到只有44% 就整个一个反转了 所以国产车摔下的不少 对 什么黄金交叉 那已经是过趋势了 已经就是国产车现在面临的 就是一个被进口车压着打的一个状况 但在整个一个 有人压 既然国产车被压着打 但是也不仅然说 所有品牌都一定是往向掉的 在前五名里面 有账也有跌 我们就从第五名来看好了 第五名的三菱部分 三菱部分它是掉了两层 它掉了两层 它主要是因为 它的车型主要还是 都是没有全新的车型出来 可是在这个车厂的努力之下 它还是尽量维持 它产品继续更新 继续做各种 用国人自己一个努力 让它维持一个新鲜感 所以在这米兹比喜部分 它主力还是放在 Zinger放在Club Plus这样子 让它觉得很有价值感 很有这个CP值很高 至于第四名的Ford 它是里面成长 你看国产车掉下来 之后它成长四成 这四成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个Focus Focus它就占了3千七百辆 3千多辆的 3千一百多辆的 它比去年1千五百辆 足足成长了快一倍了 然后至于它第二名是KUGA KUGA去年只有1千辆出头而已 今年可以却卖到1千两百辆 这很厉害 今年都要改朝换代了 对啊 产品的末代了 对 这就因为这个Focus 首先大家都买去 二来大家进来 看 我想买S5V 我发现KUGA也蛮有值 没有这种CP值蛮高的 对 蛮便宜 但是什么都有了 好 所以这Ford 它成为一个四成的成长 至于Honda 它维持在第三名 这很不容易 因为它的主力 我们就知道嘛 是CRV跟HRV CRV其实也没有去年卖得好 因为它也面对RV4 那今年大家就说它有小改款 所以它有个期待感 至于HRV 去年卖2千辆 今年也掉到1千8百辆 所以Honda整个一个产品来讲的话 它掉了两成 那掉了两成 那就是因为它两大的神主派 它们有这个市场萎缩的一个状况 至于你上的部分 你上市里面的这五个品牌 有掉下品牌中掉的最少的 为什么 它有Cakes嘛 Cakes稳住了它这一片江山 它卖了差不多3千100辆 另外像它Tita 李维纳 X-Trail 对 X-Trail 都还能稳住一个市场局面 所以让它可以小跌而已 至于Toyota 它不容易 因为它实在是 卖得像是一个神车 神车聚集 在这么大量的状况下 它可以维持一个7%的成长 7%成长里面 当然最主力就是Altis Altis部分 它比去年 去年是3千多辆 今年卖到7千100多辆 因为去年在这时候 它还有旧车款 刚好改超换代 所以这Altis 把它的市场撑起来之外 其他的车款 可能就面临到 像Yaris 或者是Vios 它因为也是长青车型 然后市场没有像以前 那么高亮 而且要面对其他像Cakes 或者是Focus的压力之下 它在市场上 它就没有在排名那么前面 所以让它成长 只有7%的一个程度 好 谢谢道伟哥 其实看到Q1总结起来的 累积的销售挂牌数据来看的话 可以发现 其实国产车市场 明显地下滑非常多 但是我们说在Q1的部分 比起去年同期来讲是成长的 那也意味着说 表示在进口车市场的部分 就成长了不少了 对不对 英凯哥 跟大家分析一下 在这个进口车品牌上面 2020的Q1 累积起来的销售数量 以及排名上面 有没有哪一些值得观察的地方呢 没错 其实在整个Q1来讲 其实国产跟进口算是 能软互换 一开始其实大家很紧张 因为国产包含说 会有料件的所谓断料危机 那其实进口车的特点 其实它所有订单 跟它的传奇是 依序的造进度会进来 反而是说让它在Q1里面 有更多的胶车量可以去供应 那这里面其实从第一名来讲 其实Toyota 大家知道说Red4 Red4它整个在去年做一个 算是 全新大海盘 一个升级 包含说它全数量导入之后 其实它整个订单的表现 是非常的畅旺 那也会直接反映到 它整个Q1的销售量 它整个Q1其实交了 9000多辆 所以这也是完全是 推升整个Toyota在进口车 销售非常稳定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主战力 那这部分就有看出来说 这Toyota在进口车里面 相较去年有将近35%的成长 其实这里面最大的贡献就是Red4 那宾士的部分 宾士也知道说 其实它有两款重要的新车 包含说GLC是它整个SUV的 算是小改款一个进化 那个全新的A-Class A-Class它之前是有先备车 那这次又导入了它的整个轿车 其实整个的表现是蛮稳定的 那透过这两款新的战力加入之后 其实宾士也保持还蛮持稳的 那Lazer的部分 其实Lazer的话 其实它可以看得出来 它主要三款休旅车 包括是NS RX 跟RS 它其实表现都非常的亮眼 包括是NS 其实在这方面 贡献的非常的多 所以这也是让Lazer在 整个进口盘榜里面 是位居第三名 那Mazda的部分 其实Mazda它有三款车 是非常的稳定 包含是全新的CS30 它跟马三共用平台 那它也在整个跨界修理部分 另外开了一个市场 那另外一个是 马三其实它整个销售量 可以注意得出来说 因为它其实跟相较去年 做一个换代切换之后 它其实越来越持稳 话来说它整个一个销售上面 其实弹性会多一点点 所以它越泛现在也大概 回到有500的一个数量 所以CS30跟马三 还有CS5 它也大概是末月都400到500 所以这三台车 就撑起了Mazda 非常重要的销售盘 那B&W它也是在 这个集聚里面 虽然是跟 雙B跟Lazer有一段的差距 但是它整个产品现实 相对是比较多的 所以它整个销售量来讲 还是有不错的表现 所以我们总体来看说 刚刚有提到说 国产车在第一季里面 其实受到产线 整个一个干扰 但是进口车反而在 交车量部分 是比较没有受到干扰 所以在整个市站来讲 这个市站里面 当然是不包含 国产车比较擅长的 像商用车 所以把商用车再拿掉的时候 可以发现它整个 进口跟国产的差距 其实又更拉大了 所以之前大家讲说 国产进口半壁江山 公房站 其实现在已经变成是 45跟55% 对 那这样子 这个趋势来讲 我觉得非常是值得 今年会需要关注的一个趋势 当然除了Q1的部分 进口车大于国产车 成长幅度非常高之外 其实我们也发现了 近几年来 其实进口车 真的是强压了国产车 是压着国产车一直打 对不对 但是除了一般的进口品牌 有所成长之外 我们也发现了 进口的豪华品牌 也成长了不少 这是不是因为 在进口车部分 真的他们有加强 这个所谓的促销力道呢 是的 没错 在这个 刚刚英凯已经跟大家分析了 国产跟进口 两个一个比较的状况 当然在去年 每个月份 大概国产车 跟进口车的占比 各有输赢啦 但是整体来说 看到整年度的话呢 国产车还是 小赢进口车一点点 进口车还没有办法 超过50%以上的市占率 但是到了今年2020年的 1月跟3月到3月 这Q1的第一季啊 进口车的整个销售数量 可以说是 完整的超过了一半以上 也就是说压过了 国产车的销售数量 那刚刚英凯有跟大家分析 因为进口车 它有一些传奇啊 这些状况来说 所以在目前Q1看到 还有满满的什么 车辆可以交 但是后续呢 因为我们知道 正2020年式生产的车 也都陆续要到港啦 可是现在面临停工的状况 后面的进口车 该何去何从 几家欢乐几家丑 有一些车子呢 是欧洲生产的啦 欧洲工厂啦 或是南美洲的工厂生产的啦 现在面临停工的状况 不会有车了 可是呢 有一些品牌啊 它却因为全球的销量 都在衰退的状况之下 台湾反而是缺车 台湾订单数很薄啊 这个工厂啊 把全力的产能都在生产什么 提供给台湾消费者的车辆 所以某些品牌啊 可能会逆势再往上走一点点 当然我们看到 那冠宜提到 进口车里面有一个份额 非常重要的 就是豪华车的部分 那豪华车我们看到去年整年豪华车的占比只有20.3% 那今年在Q1的部分我们看到 它小幅成长了0.5%的部分 小幅成长0.5% 可是我们刚刚讲你看 这个以整个进口车来说却成长了这么多 当然了 Torota的Rubble是在进口车里面 贡献很多 贡献非常多的一个这个车种 但是它不把它 我们没有把它归类在什么 归类在豪华品牌里面嘛 是不是 如果你看到豪华品牌里面 当然所谓的EA2B Lasus 宝石杰Vovo都是嘛 那进口车在Q1来讲呢 豪华品牌 谁贡献比较多呢 包含Lasus 包含Vovo 包含B&W 包含宝石杰 甚至连奥迪啊 它在今年的Q1 它都有一些些销售的一些成长啊 可是唯独啊 拖累我们这个豪华品牌 的这个销量的就是宾市 真的吗 宾市没有成长哦 宾市有 但是它很惨 就是不如预期的销量 对 跟其他的豪华品牌比起来 它简直是输到底了 你知道吗 当然所以现在你也可以看到啊 宾市最近大动作 促销 哇 尤其是这个NGCC 这个小车入门 我们看到A Class啊 它的促销非常的强烈啊 对对对 所以它的3月份挂牌数字还多哦 所以它3月份挂牌稍稍有起色 因为我记得前几次 我们在讨论新的这个A Class来说 我也来说 哎当年那个A Class啊 卖的真的是翻天啊 什么新的这个 新一代的A Class在台湾 雷声大雨点小 消费者叫好没叫做哎 还好它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呢 我说可能消费者慢慢的感受到 现在宾市A Class一个 哎它的一个时代的一个这个巨禁啊 世代的一个转变 再加上什么 在线上不错的促销方案 所以它还稍微有能够拉抬起来 一点销售数字 我们在3月份可以看到A Class的表现 其实是不错 但是啊它的劲敌 BNW的118 又推出了限量的什么 EDITION SPORT EDITION M 哇 那个是150多万的起跳价格 什么都有 好心动啊 很心动啊 比起这个宾市的A Class啊 什么都没有 因为毕竟你知道 有的时候 大家不需要这么大的性能动力 不需要这么好的一些 所谓的舒适配备的大荧幕什么的 可是呢 它在外观的扮相上面 希望能够高端一点 高阶一点 尤其是年轻族 对 尤其是你这个车子 又打年轻族群 我就是要开帅嘛 对 开帅不开快嘛 是不是 那怎么样猝死年轻族群 冲一波 在这个时候 我相信一系列的这个限量的 EDITION SPORT EDITION M 就真的是蛮有机会 因为我前两天滑手机 在找这个改装产品的时候 看到改装店家出了一个这个slogan 哇 真的是超级吸引我 我觉得没错没错 与其把钱翻译好 不买一个高阶改装品 你装在我的车上 因为他说什么 痛是一时 我买这个可能轮子很贵 痛一次就好 可是帅是一直啊 真的是非常吸引我 所以如果有希望 有想要进阶豪华品牌的消费者 可以赶快准备一下 而且其实现在啊 我们所谓的进口车跟国产车 在价格上面的距离 真的越来越近了 所以素食消费者会觉得说 如果我差不多的价格的预算的话 我可能就会朝向进口车来选择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说很多人讲说在全球啊 现在是SUV当道的年代嘛 而且我们常常看到每个月的销售上面啊 休旅车的确是逐步的一直在成长 而在这个房车的部分也渐渐的在衰退当中 可是在国产轿车的部分 可能也不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我们看到其实国产车的这个销售呢 状况还是不错的 尤其在各家的车款上面 有很多值得大家关注的地方 我们就来看一下2020年Q1 国产轿轿车的排名上面 以及总体的表现的数字上面 是不是请Rick帮大家分析看看呢 好 没问题冠宁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2020年Q1的国产轿轿车排名的Top5 那其实这一直以来这个排行榜 它的基本上它的变动 一直以来都不会太大 只有第五名有时候会变 对 有时候会变 那有时候你看这五名里面 你看Toyota就占了三个位 三个位嘛 对不对 1 3 4都是Toyota车系的 好 第一名是神车这一点 我们完全不意外 但是再来就是原本都是小车的主力的 比如说Yaris Vios 其实后来应该就去年开始 2019年初开始 杀出了Focus这个陈咬金之后 一直就在2 3名2 3名这样跳 所以其实虽然说他们的整个销量上面 你看第一名的Altis它就是 可以卖到7470台 你这边2 3 4名的全部的加起来 你才有办法赢过神车 所以这一点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的是 为什么神车它的一直受到大家的喜欢 当然就是它的一个可能品牌形象也好 土産率也好 还有它的一些就是现在新世代的安全辅助配备 它连最入门的车款都有 它自己知道我觉得很厉害 对然后又有什么像Altis系统 它其实慢慢都已经到齐了 然后它其实也是这个车系里面 这些车款里面 它唯一拥有1.8的自然进气 还有1.8的Hybrid 所以其实它虽然说 它当初在推出来的时候 其实新世代Altis在推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有1.8的自然进气 还有1.8的Hybrid 他们都知道 虽然说大家觉得说 国产车的Altis终于有Hybrid了 但是其实真正的市场的反应是怎么样 7成全部都是1.8的自然进气 只有3成的那个消费者选择的是Hybrid 所以主力还是1.8 我们熟悉的自然进气这个车型 那后来你们可以看到像第二名的Focus 它其实在去年开始 就一直拥有不错的一个销售成绩 也算是真的算是这个排行榜里面 算是突飞猛进的一个车型了 那其实去年底 它当然又有推出了一个 所谓Lowmo的多年感的车型 又增加了它一些声量 那也确实在它的Focus车系的 整个销售上面 也占了将近快5成 将近占了快5成 Lowmo车型的话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我买ST Line 我倒不如就多加一点点 然后买Lowmo 因为以那个价差来说的话 是太划算了 才差3万块而已 其实大家一般都会选 那Yarushi跟Vios 一直都拥有蛮稳定的 一个市场的销售量 那当然它还有推出了一些 近期还有一些优惠的购车方案 其实也是年轻人非常值得参考 但是我觉得换汤还是不换药 所以消费者聪明一点的 再比较一点的 有可能直接 那我就干脆 反正再差一点点钱 我就干脆直接入主Altis就好了 对 对我干嘛还要一开始 就先买小车 然后车也比较大一点 对对对对 然后再来第五比刚刚有提到 其实就是一直都是会比较容易有变动的 比如说像Tita是因为它有2020年式的车型 它把安全配备给加上去了 以往可能没有标配6具安全气囊 那现在已经有6具安全气囊了 所以它虽然说车款的一个周期 贩售的周期已经很久了 也准备要改款了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好料慢慢慢慢的推出之后 消费者还是觉得CP值还是可以考量的 所以其实在这个国产造车市场上面的厮杀 也真的是蛮激烈的 可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一二名 Focus在近期也是动作不断 就是比如说它的Colpilot360 也下放到比较入门的车款上面 但是我们的第一名神车的Artist 它不会因为它坐在第一名 它就因此而罢休 接下来听说在月底的时候 要推出GR Sport 天啊 推出了这个GR Sport 相信很多年轻喜欢热血 甚至于喜欢外观帅帅的朋友 可能就会考虑这一款 可是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月底的时候要推出的这个GR Sport的Artist 它是只有在外观上面看起来帅帅的 一些空力套件上升 还是说它在动力性能上面有一些跟进 甚至于有升级的状况呢 大伟哥 是 冠英 你刚刚说到 这个Altis它在市场上 虽然它在第一季还是保持一个神车态势 7000辆 赢过这个234名 可是这个何泰他们也是有危机感的 因为在Altis它毕竟是房车 房车它的年龄层是走比较高的 以过去上一代的Altis 它曾经也推出过Altis的X 它过去它也算过 过去它年龄层在41岁 人家都在35岁 它就是属于偏高的 因此它要做一个这一世代的超前部署 它要赶快在这个月 推出它的一个叫做GR Sport的一个车款 那GR Sport这对这个车迷来讲的话 过去我都听到TRD或者Altis X或Altis Z等等 GR Sport造来何许来自 这应该是话说在2007年 这个Toyota开始以这个Team的Gazoo 到这个Gazoo Racing 一直到2017年 它成立一个ToyotaGazoo Racing Company 它把所有赛事 以及所有要发展这种赛车的这种品牌 它就以GR这副品牌来做 因此它这个第一款车型 就在我们去年看到的GR Supra 而且GR Supra 当然它毕竟还是属于一个少量 比较高阶的车款 它在今年就以Altis来做主角 在4月推出GR Sport的车型 那像观影说的 那这个Altis 它会在这个动力上面做这个修正吗 按照我们现在目前推过 它好像不大会 因为在年初台北车 它就推出概念车 它概念车大概就是一 它是GR Sport 它原厂的一个设计 在台湾开发出来这个原装的套件 套在我们现有的Altis上面 让这个车子看起来更为这个 怎么说帅气感 Sport感 让消费者年轻的族群 可以更有意愿来加入 在Altis的家族 没想到神A竟然有空力套件上升 大概已经充满了期待 那接下来我们好好地来关注一下 在台湾汽车市场上面 最火红的百万极具的SUV 当然我们不分进口跟国产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到底百万的SUV的表现 前五名的状况 排名的状况是如何 当然第一名毋庸置疑 真的就是Toyota的Ruffle 可是我们看到其实有其他值得关注的地方 就是累积起来Q1他们的表现上面 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 是请英凯科帮大家分析一下 好 没错 这个极具其实竞争真的非常激烈 对 尤其是大家很会选择的预算上面 上面的车款 就是百万极具是一个非常竞争激烈的一个极具 我们大概是资料来讲 大家印象中的SUV猜一下 这个极具有几台 其实有超过20台 在这个台湾市场里面 有将近20台上下的一个车款 但有些是百万极具以内 但是百万极具以上 大概是落在90到100 120里面 其实是非常多的车款 我记得大概23台左右 这代表说这市场其实很竞争 那当然Redford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它整个 其实两个因素 一个是以前Redford其实算是一个 还蛮长期缺车的 但是在整个产能上来讲 因为之前韩国的量级 后来是台湾可以把它吃掉 所以公车无语 那另外一个是上次的 去年的一个整个改款之后 大家其实累积了非常多订单 所以这个数字上来讲 它算是完全是满分的一个表现 那下面来看的话来讲 其实之前大家可以知道说 CRV在有一段时间期 跟Redford其实算是蛮抗衡的 但CRV反而在表现上来讲 是有点稍微降温 那我觉得两个原因 一个是说CRV它的相对Redford 它的急距 从90几万到120左右 它的产品线是比较多 那CRV它在设定上来讲 虽然它的Honda身体是列为标配 但是它是百万以上 所以在整个编程站立上来讲 稍微吃亏一点 那另外一个是小改款的 CRV的因素 大家还是多少会有点保留 让整个CRV的站立上来讲 以第一季的Honda 是有点稍微降温了 那KUGA反而是说 KUGA反而是在一个 第一季它做了一个 很积极的去化线型款 因为KUGA已经要改款了 所以KUGA走路线 反而是盘榜里面 比较不一样的 对 就是算是最后的一个 加码演出 所以它在整个集聚上来讲 反而是一个 虽然产品世代比较旧 但是CP值高的话 还是有很多的值得 还是可以冲出销售量的 没错 那但体贯跟CS5 它们两款都算是新世代的车 那体贯的部分 其实它也是在服饰来讲 它等于在组安配备来讲 是配得非常的完整 那也吸引了对于德国车 一个支持者的消费者 所以它在稳定的表现上 其实是可以数据看得出来 那CS5呢 CS5它算是 有别于Red4来讲 是日式的风格里面 另外一个偏重造型设计的 那其实在台湾也相对 有一定的支持者 那所以这看起来说 可以大致上来讲说 其实Red4它算是压倒胜 但是在这个集聚里面 其实每一家 它的销售表现并不代表说 产品力弱 而是在于说Red4太突出了 所以它们的表现来讲 大概落在2000到1000左右来讲 算是这个集聚里面 目前的一个整个常态的销售 因为它有一个URX的新车 买气相当不错 买气相当不错 而且占了它全品牌的 30%的销售数量 URX真的蛮不错的 我们每次在看销售报告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但尤其是在国产车的品牌的部分 其实到底有哪一些 我们来评估一下 哪一些的品牌是真的比较成长很多 哪一些又是比较衰退的苦主呢 其实我们现在一眼望去已经很清楚了 在2020年第一季 Q1成长跟衰退最多的品牌已经揭晓了 这个福特我想大家都猜得到 因为它的Focus呢 一直乘胜追击 除了各式各样不同等级规格版本的车辆 卖的相当好 也非常受到消费者的一个清赖 那我觉得在接下来呢 除了成长25.2%之外呢 福特必须要注意其中一件什么事情呢 注意它的后勤维修的一根这个能量 毕竟车口数在增加 如果它的这个经销点的保养场 没有去更新 提供消费者更好的一个服务的话呢 我想呢 可能会造成一些些 所谓消费者的这个满意度的下降 这是福特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再来我们看到HONDA 一直以来啊 HONDA也是我们这个所谓神车品牌之一 对不对 当然虽然它的销量没有如Toyota这么的强悍 但是呢 它也是一个赚钱的公司 赚钱的品牌 赚钱的车种 尤其是它的这个CRV 就像冠一刚刚讲 国产中型SUV的一哥啊 但是啊 产品好像有点旧了喔 对 因为17年推出到现在啦 FIT也有点旧了喔 HRV小改款大家说 有改好像没改耶 所以其实在Q1来讲 它的整体销售速度是下跌的非常多 14.9% 我们期待啊 它在9月份呢 计划中的小改款 CRV 会不会带来另外一番气息跟表现 但是千万不要像那个HRV一样 有改好像没改的 我想这个可能会有一点影响 但是观众朋友们一定会猜啊 如果我们只给大家看这两个品牌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衰退最多的是HONDA 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什么 是纳智捷 可是其实纳智捷喔 在第一季啊 它只衰退了3.8% 好烦喔 它是下跌3.8% 但很重要的一个观察重点是什么 因为它有一个URX的新车 买气相当不错 买气相当不错 而且占了它全品牌的 30%的销售数量啊 哇 URX真的蛮猛的 这是个警讯啊 车子卖得好没有问题 可是呢 它全品牌靠一个车在支撑啊 你有沒有办法像福特Focus一样 支撑到这么紧绷喔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知道啊 玉龙集团前一阵 前几个月才 前一阵才认列了200多亿的一个亏损 其实在4月15号的时候呢 法说会上 这个玉龙的总经理姚正祥自己说的 针对纳智姐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针对纳智姐有什么样的表现 预估今年啊 还是6000辆的一个贩卖目标 还是6000辆的一个贩卖目标 那在中国呢 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贩卖目标 其实你知道 我们刚刚讲 中国是一个市场指标 中国啊 再不记 今年估计掉到2000万票 也是台湾市场的50倍啊 也是台湾市场50倍 结果他在中国的销量呢 却也大概目标也是定在这里 其实去年他只要只有2000多台的一个 销售数量比台湾还要差 那么其实呢 纳智姐要不亏损啊 今年会不会亏损 我告诉你 纳智姐今年还要亏钱啊 为什么 纳智姐不亏损啊 他要损一两平啊 他平均月饭啊 要达到2000辆的份额啊 才会打平啊 这不是我凭空乱讲的啊 4月15号的法说会 玉龙的总经理姚正阳自己讲的啊 所以呢 他预估的年 今年的目标是6000辆 表示他还是得要亏损啊 那我们希望呢 我们的这个国产品牌能够振作 毕竟我们最近也看到他 新的这个车子又在路上跑了 对不对 而且啊 跟鸿海合资的这个造车呢 他的第一个客户就会是纳智姐 我们希望呢 会有更好的产品出现 来刺激台湾的一个消费市场 好 我们看完了国产车 整个市场的表现之后 接下来我们当然帮大家 再来分析一下 在进口车 尤其是算是比较大宗的 中小型的轿车部分的表现 我想呢 不用看就可以先猜到 第一名 一定要是这个 有品牌光环的 宾式的C plus 可是至于其他的 我们相当惊讶的是 在第三名的Vuvio S60 竟然在前三名 对 其实 这一份排行榜非常的有趣 但第一名C plus 其实也是 我们也是不意外 因为当然还有所谓 外汇车的一个挂牌数量来支撑 所以 虽然说挂牌数有1533样这么多 但是知道 懂车的人都知道 要打一点折扣 然后再来呢 A class A class呢 其实是因为刚刚其实 大家有讲到 A class在开始最近的时候 刚推出来的时候 确实是雷声大 雨点小 没有错 因为大家其实对那个外形 其实还不太习惯 还停留在之前上一代 那个 那一个比较 感觉比较风 丰满一点点 风雨涌肿一点点的 现在它车头改成这样之后呢 大家我觉得市场上面的消费者 还是要习惯一下 然后它最近呢 就是所谓的 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优惠的一个促销方案 是零头款 超低月付交车 对 这可以入主三毛星喔 对 它要让年轻人 你可以很 很轻松 然后 很开心的入主 你想要的豪华 小型房车 难怪它三月份的时候 可以交出400多台的量 对 所以它现在的量其实是靠这一波的促销方案 所以所出来 但是你你知道 之前NGTT卖得这么好 它有需要促销吗 其实不用 那这是因为 它新世代的A-Class推出来之后 反应市场上面反应 没有想象中的好 所以它不得不怎么样 做一个促销的一个动作 那再来呢 我觉得 Bobo的S60非常有趣 是因为 我现在大概列一下 这些车型的一个售价 A-Class应该是152万吧 然后再来三系列是229起 229起 然后E系列是153万起 可是呢 S60也刚好在这次 最近推了优惠的方案 159万元起 你就可以买到 中小型豪华房车的 S60 所以它逆均突起 我觉得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你差不多的价钱 可以买到一个车额更大的 对 如果说它买双B的话 都是小的车 我可能会考虑 对 我跟A-Class跟E系列 这样比起来 差不多10万块 那我为什么不 而且不是豪华品牌 不买豪华品牌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方案 其实还会有变动 但是其实Bobo的逆均突起 很值得继续观察 好 看完了 这个进口车 在Q1的部分呢 中小型的豪华房车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跟大家聊到了 这个百万级具的SUV 是属于台湾市场的主流 对 但是如果你预算再多一点点的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我想要SUV的话 我会选择进口的品牌 而且是在豪华车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在Q1进口的SUV 到底有哪一些优秀的表现呢 在这个豪华中型SUV 它的确是豪华进口车里面 那个主力中的主力 像这个目前表列上的这个前五名 基本上也是过去我们的常见课 然后以这个Lexus NX来说好了 它这个2178辆已经就占它今年第一季 四成的比例 而在NX里面 它卖的最好的就NX200 也就自然竞技型的 它那个就占它的七成五 也就156到172万 这个区间带都是这个NX200的天下 然后也就靠着这款车型 让这NX稳定了 在这个豪华中型SUV的一个位置 然后第二名的是宾式的GLC 而这里我们把这GLC 分成GLC跟GLC Coupe 让大家更清楚 这个GLC它这个一个销售编程 你看GLC它这1300这个67辆 这里面它主力是放在哪里 GLC300 可能就占了七成以上的比例 你说哇七成比例 国人这么有钱都买300万的车型 那错了 主要是因为外汇车都在进的是 美规的GLC300 一部价格它就差不多在 150万到190万之间 消费者当然就像买NX一样 我当然买200万以下 所以把GLC的车款膨胀起来 膨胀到它加GLC这个Coupe 起来1800辆 比它去年同期1500辆还要多 而我们看GLC Coupe GLC Coupe那倒比较持平 它GLC300跟GLC200 它大概是各自55波 然后都有一个稳定的表现 都走个性股胀 至于X3跟X4 它虽然说在这个销售表现上 没有GLC这个你看来得亮眼 但是我要说 这个X3跟X4 它在去年11月推出2020年 是车型之后 它整个战力大幅提升 让GLC这摆在旁边 显然是看起来是有点被压下去 为什么呢 X3全车系都是四轮驱动 GLC 220全部都还是改成前轮驱动 而且X3它们都已经换成 虚拟仪表在GLC 你还在用传统仪表 还有另外加选才有 另外全景环境影像 它也是标配 把这些东西都放进去之后 你会发现 X3它的这个CP值 大幅提高很多 因此在今年 我们要好好来看 这个X3 X4表现 唯一要说的是 因为可能是疫情关系 国外停有可能断货 因此大家进场要赶快 现在已经有很多 Model 3 Model S Model S的车主要保养车 我们建议你去台中保养 你住台北 你保佣一台车 走到台中 要去战斗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CUV市场上面的表现 其实在2020 Q1的部分 CUV现在是很多消费者 可能我不想要到车格这么大 也许我不需要用到中大型的SUV的话 就会选择CUV 我们来看看 如果我们不分进口跟国产 Q1的部分累积的销售量 各家排名如何呢 殷凯哥 一样 这个集聚来讲 是目前是很受年轻人喜爱的一个集聚 对 那KISS其实在整个小型的CUV来讲 是一直持续是领先 那它跟HRV的领先差级已经到2比1了 那KISS来讲 我觉得说它 但第一季多少是有点受到 它整个疫情供应链的影响 但是因为你上它的整个料件 大概是之前的话是 估是到3月底都还可以供应 所以接下来数字其实是蛮值得关注的 因为KISS的整个料件的部分 是来自于对岸 那另外一个KISS的一个变数是在于说 其实大家知道说小改款的KISS在海外其实有些消息 在包含是日规跟东亚规格 它们有一些变动 那有一些变动的话 包含说它整个动力系统包含E-Power的可能会导入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也可能会让消费者也会有些观望的气氛在 那HRV的话我觉得它主要还是在于说 这是小改款的部分 它在Honda升型的搭配没有那么完整 所以它整个销售来讲 其实是有跟KISS的差距是越来越大 那US的部分呢 其实大家可以贯注到说 其实Lazus在小型车这一块 它本来有一款是CT200H 但是CT200H其实它已经停产了 所以在台湾的整个销售来讲 其实算是US它整个定位来讲 是整个衔接了本来CT200H的一个销售量 所以也让它在销售上来讲 至少是品牌一个入门的产品 然后也算一个新世代的一个小型跨界休旅 所以维持蛮稳定的一个销售表现 那至于是五台 是第四 四跟五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来讲说 是一个造型风格定位 那CHR它本身的设定 虽然是小型的CUV 但是它是比较偏个性化的 那也无独偶有 马子达的CS30来讲 也是属于造型是这样子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说 CS30它在整个销售表现来讲 似乎有要凌驾CHR的一个趋势 所以大家可以看说 除了空间机能的设定的CUV之外 造型CUV在今年也是非常 竞争的态势非常有看头 所以喜欢休旅车的朋友 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不论你喜欢这个CUV 或者是一般正常的中型的SUV的话 那我们其实如果说观众朋友 你印象还深刻的话 我们有讨论过三月份的挂牌数据上面 有一个异军突起的 那就是在电动车市场上面 特斯拉的Model 3在三月份爆量 而且总计下来 是不是在第一季来说的话 它在电动车的市场上面 应该算是属于独占凹头了 可是我们也要关心一下 其他的汽车品牌也有推出电动车 他们到底挂牌的数据 现在表现如何呢 在Q1上面 看到Q1电动车的挂牌数据 真的是要非常非常恭喜特斯拉 拿下了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亮眼的挂牌成绩 我所谓的挂牌 叫做领牌数量挂牌成绩 并不是销售成绩 非常亮眼的挂牌成绩 刚刚冠宇提到Model 3 在三月就已经创下一个 超级可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叫做1293台 那Q1有几个月 三个月 那大概要卖个4000台吧 有啦 400台 不是1443台 所以表示它一二月交车数量 非常的少 那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 不正常的态状态 因为你看它其他的车种的话 大概每个月其实有一个 固定的贩售数字 大概增减不会落差太大 因为有订单有车我就交给你 特斯拉比较奇怪一点 是有订单很多 有没有车没车 没车的时候没车 一来好多车 所以它可以创造话题性 我觉得跟Gogoro不相上下 这个电动车来讲 是非常能够创造话题性的一项商品 不过我觉得Model 3还是 很受到市场的青睐 那尤其是我现在在路上看到非常多 Model 3 白底红字车牌的Model 3 在冲做Uber 真的假的 都营业车 多元计程车 超多Model 3的 所以现在看Model 3 我觉得有点身份地位上 有点影响 但是可以看到其他品牌的电动车 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状况 首先iPad叫了27台 i3 25台竟然连i8 还有16台 还有16台 不得了啊 不得了 然后呢你看看 正常来说 这个车跟这个车是同一个极具 你看看这个销售数字 阿娘喂 1443台跟10台 这个差的是吓死人的一个数字 很多人说Live怎样怎样怎样 这根本台湾消费者不买单什么的 其实我告诉各位 Live是全世界卖最好的电动车 那你上在不在意Live 不在意啦 根本不在意 因为它配合早就卖光了 就算你给我一千张订单 我也没有车交给你 所以它就这样慢慢交就好了 时间到了就交车 时间到了就交 因为我的配合已经没有了 就是这个状况 反而是 EQC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车种 因为我认为EQC是一台 非常好的电动车 而且它的价格 叫做333对不对 333万价格 相对而言买到这个品牌 这个系统 赞 对 而且它现在目前已经超过40张以上的 是 没错 还交不出车嘛 慢慢的交 但是啊 论价格 论车型 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范畴 对不对 以数字来说啊 哇 真的宾市有点丢点了 未来啊 还有什么EQC 这些车慢慢在出现的时候呢 我想在电动休旅这一块啊 可能还有一场这个 腥风雪雨要继续持续下去 但是啊 我认为电动车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啊 各品牌不赶快加紧脚步啊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 不过像看到特斯拉 这样子一个销售数字来看 其实现在目前已经爆发出非常多的问题 因为4月15号的时候 我在节目上讲 说这个特斯拉拿消费者当这个白老鼠啊 结果我朋友在FB上就跟我讲了 传信息来跟我说 欸欸欸欸 可你怎么这样讲 我才刚订一台车耶 我爸叫我赶快看这一段节目说 你要不要去退订啊 我说不用啊 其实这个车次还算是不错 但是在它维修能量上已经不足够了 关于你要去保养车你会去哪里保养 挑家里最近的对不对 你知道现在已经有很多Model 3 Model S Model S的车主要保养车啊 去预约啊 在台北啊 预约内湖保养 他说没有问题 不是没有问题 没有位置 没有时间排不到 我们建议你去台中保养啦 你住台北 你保养一个车走去台中 你甘对 所以这是维修能量啊 这个品牌啊 很会创作话题 很会卖车 可是 它对于客户啊 我觉得 太不友善 太不友善 没有把客户当成 把它的中程客户当成一个宝 这是我觉得品牌 对于客户经营上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这一点上面啊 丁氏相对也做得就非常好 毕竟是传统的车厂 总是在这一块 就是前面跟后面 他们都会顾前顾后的啦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车款 都是大家比较熟悉 可能在马路上都已经看到的车款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呢 这个能源局公布了三月份的油耗测试名单当中 其实有将近48台车是进口车 那有哪一些亮点的车款 是我们大家值得关注的呢 从三月能源局公布的这个新车的能源油耗数据来看 哇 好多车子啊 我们在这里只能列举几台啊 像这个BMW是最新的218 Grand Coupe 这个油耗数据出来了 每公升可以跑到16公里 表示这部小车还真的蛮能跑 蛮省油的 至于我最亮点是Skoda Skoda不是才刚发表Skala吗 对不对 它已经这里又有两款新车 在排队要等得出来 一个Super Support Combi 1.5 TSI 然后另外一个是Comic Comic 这个就是全新车型 它最入门的一款SUV 它在这里油耗数据也出来 它其实有1.0跟1.5了 在这里是1.5部分 它这是15.8 是一级油耗 至于国内卖的相当好的一个商旅车 就是福斯 在这里它踢了Mati Bay 它这里全车型